香港青年走在最前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眼 现在世界上最令人触目的两个冲突 一个就是俄乌冲突 一个就是巴尔冲突 而在这两个冲突里面 对于他们的武器来源 都是充满争议性的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这个巴尔冲突里面 哈马斯的武器来源 究竟在哪里呢 因为现在有一个消息出来了 就说到哈马斯用来攻击以色列的武器 很多可能在以色列那里来的 而另一边商的俄乌战场 到这一刻都将近打了两年了 但是乌克兰最近就爆出了一个丑闻 当中就说到乌军他们大量的炮弹 不见了 究竟去了哪里呢 转头回来 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 哈马斯的武器从那里来 还有乌克兰的武器又去了哪里 在影片开始之前 想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就是我们接下来的2月4日 会有一个韦州商月湾的看楼团 届时发展商方面 会推出一个新春优惠 就是买一间送一间 大家没听错 是买一间就送一间 以及当中还有一个低首期的项目 最便宜到7万元就可以做业主了 有兴趣的朋友记得我大眼的WhatsApp 93400 3961 来报名我们2月4日 星期日的看楼团 而我们在片尾就会加一条影片下来 带大家去看看 究竟去到商月湾买的那间单位 是怎样的单位 以及送的那个单位又是怎样的一个单位 大家不妨看完我们的影片 才来到考虑买不买 对呀 在巴尔冲突开始以来 其实有一个问题 一直都令到各方都很疑惑 就是哈马斯的武器究竟从哪里来 因为过去的十几年间 其实这个加沙地带 被以色列围到密不透风 加沙地带对外的交通 一直以来都是被以色列封锁的 任何出入加沙地带的车辆 都要经过以色列方面严密的搜查 所以哈马斯他们获得的武器 不大可能是由那些正常的运输途径 来到运入加沙的 所以在巴尔冲突开始以来 各方都很惊讶 为何哈马斯能够在加沙地带 获得那么多的炮弹 然后射向以色列呢 当中也有人揣测过 会不会是哈马斯他们 利用他们加沙地带 地下很复杂的地道 来都运送那么大量的炮弹 炸药之类的物品呢 若然是这样的话 哈马斯他们从地道去获得 这些炸药和炮弹 是由鱼蚁搬家 况且以色列为了封住哈马斯他们的地道 在围住加沙地带的围墙底下 已经做了很多事工了 但最近爱媒就报道了 根据以色列的军方和一些情报人员得出来的结论 哈马斯他们使用到的大量装备 炮弹炸药 很有可能来自一个不太有可能的来源 这个来源就说到是以色列他们自己的 那为什么这么有趣 难道以色列的军方偷偷地 他们卖那些武器给哈马斯 来转手赚钱 原来根据以色列情报人员的结论所得 他们之前以色列一直都在加沙地带 都投杂了很多的炮弹 包括飞机投下去的又有 或者他们以色列的地面部队 向这个加沙地带去到发炮的又有 由于数量实在非常之庞大 有一些总会是没有爆到的 而哈马斯的人员 正正就是利用那些投杂了下去他们加沙地带 而没有爆到的炮弹 经过他们拆解之后 就重新抽取了那些未爆的炮弹里面的成份 来到制造炸弹和火箭弹 因为加沙地带的情况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在加沙的人民眼中 他们自己是没有希望的 很多加沙的人民 他一生的志愿就是想加入反犹太的行列 来到突破以色列对他们的封锁 所以在加沙的人民的心目中 很多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就是和以色列打仗 大家试想一下 用一个这样的心态 去到看待自己的未来的时候 加沙的人民在成长的过程之中 他们什么是最需要学的 必定是如何操作武器和使用武器的 所以就算是加沙地带里面 是没有可能出现正规的兵工厂也好 他们都可以藉着他们紧有的武器知识 将从敌人那里获得的资源 放在山寨厂那里 来重新变成捍卫自己家园的武器 其实以色列的情报人员的这个说法 并不是没有道理和没有根据 因为早在去年的年底 美国的中央收封局 也有调查说过 哈马斯用过美国的武器 来对付以色列 美国人不会直接卖武器给哈马斯 但是以色列的军队有很多都是美式的装备 包括他们所使用到的炮弹 如果用我们中国人的说话去形容的话 哈马斯的这一招 正正就是诸葛孔明的草船借战 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 哈马斯这边就说到炮弹不知道怎么来 世界上另外一个冲突的地方 俄乌冲突 乌克兰的炮弹就不知道怎么去 什么为止不知道怎么去呢 其实就是不知道去了哪 不过最后呢 乌克兰当局都发现炮弹去了哪 原来就变成了银子 还落了某几个人的袋 这就是一宗在乌克兰近期的军动案件 都可以说到是乌克兰近代最大的一宗贪污 事源就是乌克兰的国防部旗下有一个部门 叫做武器装备发展师 听过名字都知道是和武器装备有关的了 他们就负责帮这个乌克兰的国防部去采购一些武器装备 而这宗案件就涉及到2022年 也即是俄乌冲突开始之后 乌克兰国防部和一个武器供应商 叫做李玉夫工厂签下来的一批订单 这批订单就是采购一大批的逼击炮 数量就是接近10万发 而订单的总额就是4千万美元 我们除开的话一发炮弹都成400元的美金 虽然这些金额的炮弹说便宜不便宜 说贵不贵 我们香港青年集合我们三个人的财力都可以打上几发 但是细猜不到各防部的订单都竟然有人落格 原因就是因为当时乌克兰国防部在签了订单之后 很爽快地照着合同约定的价钱 就将那些金额打到冰工厂的银行账户那里 谁知道那间冰工厂的管理层就穿柜桶底 将部分的资金转移到外国的一间实体公司 不知道是否本来是判上判的行为 原本就算是判上判也好 原本那间外国公司收到钱之后 就算你作为异判也要给货人的 但是到最后是一粒炮弹都没有给过乌克兰 而是再将那些资金 又转到巴尔钢半岛的其中一间公司 这样将钱转来转去 我想那帮转钱的人 背后心里面一定在想 只要我拖着炮弹不给它的话 遲早乌克兰都输的嘛 到时就不用交货咯 那钱我又可以照吃 可能他们都猜不到 乌克兰会捱到现在 所以他们和乌克兰国防部所签到的合约 一早就过了期了 拖人家那么久不交货 你猜乌克兰真的那么容易撑吗 撑了俄罗斯那么久 他们都很辛苦的 又不够人不够炮弹 你还要不交货 那所以乌克兰的国防部就留住了 于是乎就向当地的法院 去到控告那间兵工厂 那这里真的体验了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说话 叫做上梁不正下梁就歪的了 大家看到了 扎连斯基都是这样 有什么办法整个乌克兰的体系不腐败 我们特区政府就正式宣布了 对基本法23条的本地立法 正式展开公众资讯的 这个咨询期由政府宣布的即日起 就去到2月28日 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 连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还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在开记者会的时候 都交代得很清楚了 23条的立法是必须做和尽快做的 而且又回归到现在 都已经是经历了26个年头了 23条的立法呢 03年就开始说了 直到我们香港在2019年 经历完港版的颜色革命 即黑暴事件 这个惨痛的经历 就不得不令我们想到 要尽快落实23条的立法 因为这样才可以堵塞法律的漏洞 尤其是那些 还未定立的危险国家安全的罪行 如果直到现在仍然有朋友 是不清楚23条立法的重要性 甚至乎有些人会说 现在香港也有港区的国安法 还要搞个23条出来做什么 这里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就好像大家生病的时候要吃药 药物对于大家的身体来说 就好像国安法一样 因为我们看到自从19年 黑暴事件发生了之后 我们有了港区国安法 港区国安法的执法 就是针对那些已经做了出来 危险国安的行为 因为要将他们定罪 但是23条就好比疫苗一样 不是等我们社会再次发生动乱的时候 才是有作用的 而是在那些动乱未发生之前 我们可以透过23条的立法 来到预防那些动乱再次发生 所以是不是说 这个23条就好像疫苗一样 而今次政府公布的23条本地立法的 咨询文件一共分为9章 第一、二章就是讲述了23条的必要性 和一些考虑的因素、研究方法 而第三至七章所提及到的 就是一些危害国安的罪行 包括五大类危害国安的行为和活动 我们先讲第三章 第三章涉及叛国行为 现时在我们香港的刑事罪行条例里面 在一些条文里面 还保有殖民地时期的用字 这些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了 所以第三章所针对到的涉及叛国行为 就是对这个刑事罪行条例第一至到第九条 去到作出修改 让这些条例可以完善 尤其在我们之前经历过的黑暴时期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年轻人出来搞事 成为黑暴之前 竟然是走到外国那里接受训练的 到时23条的立法完成了之后 对那些想去海外受训 然后回到反政府的人来说 将会成为一个有力的阻吓 而第四章所提及到的煽动意图及叛乱罪 大家看回当年黑暴期间 我们香港所面对的社会压力 那些港独派、叛乱派 往往从不同的形式和渠道 来到煽动市民对政府的仇恨 令到被煽动的人走出来搞事 第四章也是针对这个情况 第五章提及的是间谍活动 亦包括透过电子及遥距的方式 来到危害国安 就好像我们在黑暴时期看到 有一些黑暴分子 他们原本潜藏在政府层面里面 即是说到那些黑暴分子 在政府打政府工来反政府 还要利用自己本身的职位便利 濫用政府的系统、电脑 来到将一些公职人员去到起底 将人家的资料全部放在网上 或者将他们的资料发送到外国 日后如果23条立法之后 这些可能都会成为了间谍活动 当时有不少的公职人员 尤其是我们香港警察 都是这个涉物的受害者之一 当然除了这些公职人员的资料之外 还有很多资料都是属于国家机密 而涉取任何的国家机密去到披露 或者发送出去 都有可能会干犯到第五章所涉及到的内容 而第六章所提及到的危害国安的破坏活动 就包括了破坏公共的基础设施 这里必定令大家想到 19年黑暴的时期 那群人出来搞事的时候 大家每晚都没想过 他们除了破坏我们香港的机场 连港铁系统也成为了他们的破坏对象 他们将地铁站打到懒容 第六章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一个法例 而第七章提及到为境外干预 这个目的就是要阻止一些疑犯前途去海外 大家看到这几年那些前立法会议员 支持港独派的那一群 他们很多在香港搞完事 逃走了去外国的时候 都还要利用他们的言行 来影响我们香港 有对我们香港的事件去指手画脚 有对我们的选举制度去抹黑 甚至乎用一些虚假陈述 来攻击我们香港的司法系统 再加上恐吓我们香港的司法人员 而第八章涉及域外效力 即是那些收了外国钱回来香港搞事 又或者是一些收了外国势力的钱 而来搞乱香港 这些属于域外效力 而第九章提出 当办理国安案件经验所揭示的不足和短板 至于当政府宣布了 开始公众咨询的时候 有些声音可能说到 咨询期只有一个月 会不会太短 大家想想 23条立法讨论 并不是今时今日才展开 在香港也展开了20年的讨论 再加上这20年以来 我们除了经历了14年的占中 经历了19年的颜色革命 一直以来都有很多公众声音 要求到政府尽快对23条立法 而且当中很多公众也提了很多意见 而23条立法所针对的罪行 相信在以往的惨痛经历里 令到很多香港人都看得一清二楚 现在给大家一个月的时间 来到书面向政府表达这些意见 其实已经十分足够了 而且政府提供了多个渠道 可以邮寄 不喜欢写字的话 电邮也可以 甚至乎全真号码都给出来 各位如果对这个23条立法 觉得还有什么地方 可以更加完善 或者有增保的空间的话 有这么多渠道向政府表达 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 好了 说到这里 我们镜头就一转 来到惠州的商月湾 看看是否真的 究竟买一间送一间 这么则 现在我们又来到商月湾了 大家看到全一线海景 有山有水 好像大地在我脚下的感觉 现在万科商月湾 做着一个叫做新春优惠 现时我身处的这个单位 就是八十个方 八十个方有两间房 稍后带大家看看户型 先听我说了一个优惠 因为这个优惠非常划 大家买这个八十方的单位 再送你一个四十三个方的单位 即是加上一百二十三个方 现时这个八十方的单位 它的价钱是如何 就是由八十八万到一百三十八万 那为什么价格的浮动那么高 就是因为有海景和没有海景的差别 大家如果当有海景的话 就一百三十八万 那就可以拥有一百二十四个方 二十三个方左右 差不多 那我们现在看看户型 我现在身处的这个地方 就是饭厅和客厅 那这里有个 真是一字形打开了 整间屋这么阔的落地玻璃窗 那两边各自都是房间来的 都是套房来的 那这个套房是带上洗手间 带上洗手间 那中间就有一条通道 那有人会把这幅墙拆掉 如果只保留一个房间 就有一个很大的厅 可以 那这些呢 就大家拭除尊便 那入门口位呢 都挺阔落的 可以做到一些鞋柜 摆到雪柜 洗衣机 那样的 那过来这边 其实两个房间是一样的 这个房间呢 也有个窗 有个门 走出去 就出去的饭厅和客厅的位置 其实都是彩光度非常之高 因为它也是用了全落地玻璃的 我们打开门出来这边看下 后面的风景 那大家有跟过我来双越湾看了 大家都知道了 双越湾呢 为什么叫双越湾 因为有两个沙滩 好像月亮那样夹着 那这里呢 刚才我们面前看的一线海景 咦 其实呢 它后面的景都不差的 那我刚才说过 88万至138万的差别 在于呢 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海景 或者呢 是看过来这边的景 但是其实 你在这边看过去呢 远处最远那里都是海景 只不过呢 是两个沙滩 两个双越湾 之间就夹杂了 一片绿地 那样 其实都是看得穿过去的海景 只不过不是一线临海 但是就是88万起的 那所以其实都 风景挺漂亮的 那我们现在进来看看这个示范单位 因为这个示范单位呢 就将两房的架局 变成三房的架局 但是都是一样的 面积都是80个方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 有一天门口 其实这边的这间房 这间套房 它的积极是没有变过的 没有改动过的 那个间价 但是这一边呢 刚才我说 他说拆了一幅墙 来到 扩大那个位呢 他还做阔了一点 但是 仍然可以见到呢 这个走廊通道 是够阔的 是够人过的 那么他又将这里呢 一间房 变成两间房 那么自自然而呢 本身的独立洗手间 本身的套房的洗手间 就变成了独立洗手间 那么洗手间的架局里面呢 都是没有变过的 而他这个空间呢 间了两间房出来呢 不要以为很屈质 都可以的 这间房 摆一张商人床 这边还可以呢 摆到写字桌 那么另一间房 就小一点了 那么摆一张单人床 这边呢 也都可以摆一张写字桌 你说不喜欢写字桌 摆个衣柜都还可以的 那么 走到出去外面的 那个间隔呢 就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就是都是个饭厅 和客厅 那么刚才我说到 八十八万到一百三十八万之间 就取缺于你那个景观的嘛 那这间呢 应该是属于宗家 因为这边大家看到有海景 整个这边的商月湾都可以看完 这边呢 右手边呢 又可以看到呢 有河景 有山景 那么这个单位呢 就可以两边都看到了 那么现在呢 其实大家看到的是示范单位 傢俬呢 是没有的 那么到时呢 交楼给你的时候呢 就带 基本的装修 是的 带基本的装修 远装那些呢 如果大家是有需要的话呢 其实在我们V加托管王的服务 就可以做得很好的 那么现在我们V加托管王呢 就有两个方案的 那么两个方案有什么不同呢 一个呢 就五五分成 一个呢 就三七分成 哈哈 那么先讲三七分成那个了 三七分成呢 是业主佔七 托管王呢 是佔三 那么没有保底服务的 没有保底呢 业主佔七呢 那么预计每年的收益可以达到多少呢 可以有租金收入呢 三万六千九百一十元 如果按照现在这个单价去到买的话 那么如果是方案二 大家五五分成的话呢 因为有些朋友怕 哇 大眼你说这里好租而已 我未必觉得是他好租的 到时真的一年租到几天出去 我就虚本 那么所以我们托管王的服务呢 有保底这个分成计划呢 它可以补到多少呢 80帮应单位 保底呢 就每年保12000元 那么预计呢 业主每年可以有多少收益呢 可以有25650元的 那么刚才我也说了 现在新春的优惠是买一送一 就是买一间80帮 送你一间43帮的单位 那么加起来的话呢 就有123个帮 至124个帮左右 那么其实如果两个单位 都是托管的话呢 那么变成了两个单位 都有保底服务 如果你是选保底的计划的话 那就是说呢 12000元就是80个帮的 那个保底价钱 再加上呢 43个帮的那个 它保底呢 是每年有8000 那么其实加上呢 每年保底可以做到呢 最低有20000元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完要买的 这个单位 那么我们去看一下 送的单位究竟是怎样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间呢 就是送的了 一进门口 大家看到了 开放式的 那么有个大的露台 那露台望出去呢 还有海景 连海景也是送的 原本这间呢 就是43个帮 那么43个帮呢 是不计它露台一半的面积的 因为本身 它露台这里 一半面积都是送的 那么再加上呢 送了海景给大家 是非常划算的 如果这样加下去的话呢 其实买一个80帮的单位 再送多一个43帮的单位 平均计算的价钱 其实呢 那个平方数 一平方是等于多少钱呢 是7100左右而已 真的非常划算的 现时如果 你说大湾区 哪一个城市可以找到 哇 7000多元一个帮 真是 我真的想不到哪里有这么划算 还有海景看的 那么 都是包装修 那么基本装修 那这些贵呢 都是原本交楼的时候 是交标来的了 标准有的了 那么洗手间那些设备呢 那些设备呢 全部都是送给大家的了 现在还没入伙 就拨不了电 开不了灯泥看 那大家隐约可以看到的 那有个什么好处呢 其实这个买一送一的新春优惠 那么 一个价钱 有两个单位 但是大家可以拥有 两套的房产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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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